林景洪回到办公室后 打了一个电话给秋月 让他晚上做一桌川菜 想必杨再起在加州待了这么多年 应该吃得惯川菜的 放下电话 刚吃完饭的赵明相跑来 他是听说了刚才市委宣传部部长杨再起 和林景洪有说有笑的消息了 林景洪在加州市能打开局面 他自然是高兴不已 林景洪看你一副乐呵呵的样子 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说呀 林景洪接过赵明相泡的一杯白开水 颠了两颗烟扔给赵明相一颗 自己那颗也点燃悠然地问道 市长听说市委宣传部杨再起 向您示好了 赵明相问道 也算不上示好 林景洪淡然地道 怎么 你就是为这个小事乐成这样 林景洪略微有些不解地看着赵明相 继而想了一下 觉得赵明相这么高兴 也是有可能的事情 自己在加州市就一个安天和他赵明相 别的人不是市委书记高保委的人 就是常务副市长好漂亮的人 甚至连指挥一个门卫都有些困难 自己堂堂的一个市长也这么窘迫 更别说跟着自己的赵明相了 大伙不把市长放在眼里了 谁又会将一个市长秘书放在眼里呢 因此赵明相这市长秘书当的自然就憋屈 现在自己有机会在加州打开局面 随着自己身边人越聚越多 赵明相这个市长秘书也自然是水涨船高了 也能在一定的场合内说上几句话了 这确实是该高兴的事情 林景洪想到这儿悠悠笑道 这段时间郁门坏了吧 也是该高兴高兴了 不过千万要坚守自己的阵地 在这里我们永远是外来户 可比不得我们在新康县那会儿 有些人该出阴刀就出阴刀 一点也不会认为我们是市长或者是市长秘书的 在阴沟里翻了船可就不妙了 特别是经济方面 如果有什么困难尽可找我 这番话说得直白 却是掏心窝子的话 又有哪个市长会跟自己的秘书说这样的话呢 林景洪是确实将赵明相当自己人了 或者说是朋友了 赵明相很是感动 市长放心 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我赵明相就算是饿死在街头 也不会收不义之财 放心吧 跟我尚不至于饿死 要不然我的面子往哪搁呢 跟你说了有什么经济困难 只管向我说 你也是知道 我不是那种一贫如洗的清贫之府啊 哈哈 林景洪起身走到赵明相身边 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过段时间 你就可以将你的爱人接到加州来了 工作方面我会安排的 总不至于让你们两个人两地风格 这样我于心也过不去 赵明相点头不迭 心中热流涌动 暗自感叹 当初自己跟对了人 在林景洪离开新康县后 自己选择了坐冷板凳 最终还是没有错 这一步步走来 自己从当初的人民教师 走到了现在的市长秘书这一步 这一切都是因为来自于林景洪 赵明相知道 只要林景洪不倒 自己不犯错误 自己作为林景洪的嫡系人员 还是会一往无前地走下去 副处 正处 副厅 甚至是正厅 谁也说不上来自己的终点在哪里 市长 听说苏子林已经调离了天麻镇 到宁长县任副县长了 原赵家驼的村长赵琪 也离开了赵家驼 进了天麻镇党政大院 成了天麻镇镇委副书记 赵明相将自己刚从老爸那听来的消息 向林景洪说了一遍 自从林景洪去过几次赵家驼之后 这赵老实家变成了谭州市的香伯伯 赵老实等人对谭州市的官场方面 也有很深的了解 林景洪嗚了一声 这苏子林又升官了 窜得倒是蛮快的 也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苏子林当初是被自己当成一颗棋子 放进新康县官场的 想利用他撕开谭州走私案的一道口子 只是到了后来这事情越来越大条 渐渐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外 因此苏子林这颗小棋子根本起不了什么用处 也就不了了之了 弄到天麻镇当镇长也是为了联合种植方案 可是联合种植方案最终又以夭折而告终 所以苏子林进官场基本上没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 当然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给自己带来什么害处 这苏子林是有些手段的 在张群父子的熏陶下 对官场的一些实质性的东西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 如果苏子林这次不是靠出卖自己的灵魂而升官的话 这倒是可以塑造的一个人才 自己身边缺人才 这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解决的问题 这也不是一时半会儿所能解决的 毕竟自己还年轻 有些东西是要靠时间积累和酝酿的 对了你大哥呢 好像当初他也是副村长嘛 这一年多了也该升官了吧 当初自己下赵家驼时 愣是被人砸了砖车 后来弄得整个赵家驼人心惶惶的 后来在天麻镇领导主导之下 赵家驼干部重新选举 赵四人被委认为村之书 赵齐当选村长 而赵明相的大哥赵小军 也当选为副村长 这多少是看在赵明相的面子上的 要不然以赵老师一家老实八交的性格 赵小军也不可能当选为副村长 他现在是赵家驼的村长 赵家驼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市长有空去看看吧 赵家驼的人都很怀念您呢 赵明相不好意思地笑笑 嗯 有空了还是得回去看看 那里曾经寄托了我的一份希望 虽然最终没有成功 那是有上头的人在捣乱 其实以赵家驼的情况 搞那个联合种植还是大有成功的希望的 可惜啊 可惜了 林景宏想起这件事情便一脸的落寞 这种农业模式自己是应该坚持的 等在加州市站稳脚跟之后 这种模式自己还是要搞一搞 加州市的农业发展还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 如果在加州市进行试验 成功则向全省进行推广 继而向全国进行推广 这种联合种植模式会存在缺点 关键是要不停地实验 不停地去完善它 就好像改革开放那样 摸着石头过河 一种新制度的推出 并不是说就是完善的 当然也有可能这种模式 根本就不适合中国 那么等待林景宏的下场 将是政治生命的终结 尽管如此 林景宏还要试试 赵明相出去之后不久又返回 说是市委副书记郑茂森来了 林景宏闻言忙起身出门相迎 等了这么久 还以为杨再起和郑茂森两人 不来找自己了呢 没想到今天 一闻风两人同时动了 这样也好 自己在众人的眼里就更加强势 估计高宝伟知道这一幕后 会气得暴跳如雷吧 刚出李家办公室 赵明相和郑茂森正好准备进来 林景宏哈哈大笑道 哈 郑书记啊 稀客稀客呀 正想去拜访郑书记呢 没想到郑书记倒先来了 省了我一趟路啊 哟 怎敢让林市长上门呢 只好自己送上门喽 郑茂森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心里却付费着 如果自己不登门 恐怕你是短时间内 不会登我办公室的门呢 林景宏将郑茂森 让进办公室 吩咐赵明相泡茶 郑书记啊 刚得到了一点大红袍 正愁找不到与人共享呢 郑书记 这算是及时语哦 解了我一番忧愁啊 大红袍 那得尝尝了 平生不喜烟酒 倒是对茶轻有独钟啊 如果林市长真有大红袍 那今后 我可得多来几次市长办公室 蹭点茶喝喝也不错啊 郑茂森两眼发光的道 此时的两人倒好像 不是市长和市委副书记 倒向两个无良老友相聚 两人寒暄了一阵 林景宏拿出特供烟 颠了一颗给郑茂森 原本郑茂森是不怎么抽烟的 但见烟盒上 特供两个字便欣然接受了 虽然是副书记 但这种特供烟 没有门路还真不能弄到 这可是专攻首长抽的 跟其他所谓的军需特供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郑茂森对林景宏的身份 有了一丝好奇 不过没有问出口 这也不好问出口 这时赵明相端着两杯茶进来 茶香四溢 郑茂森忙道 哟 真是大红袍 而且是三棵母树上采摘而成的极品 跟一般所谓的大红袍有云迷之别 妙 太妙了 语气中颇为激动 没想到郑书记对茶道了解的这么深 总算没有埋没这大红袍 林景宏笑道 郑书记对大红袍这么了解 想必知道这其中的传说了 传说呀 某朝代 以皇后得病百依无效 后有某人进贡一罐 武夷山的九龙科茶叶 皇后饮后身体健康 皇上大喜 赐红袍一件 命人亲自前往九龙科 披在茶树上以示隆恩 同时派人堪营 年年采质 悉数进贡 不得私逆 从此啊 这三株大红袍就成为了共察 朝代有更迭 但看守大红袍的人从未间断过 这就是这三株大红袍的由来啊 郑茂森边品着大红袍 边说着传说故事 解放后呢 有人从九龙科这三株茶树上 捡取枝条 带回到其他地方进行嫁接 千叉种植 品质呢 虽然比一般茶叶要好上许多 但始终不如这三棵母树上的茶叶 因此呢 这三株母树所采得的茶叶 也炒出了天价 跟西湖玉品龙井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林锦宏知道 真正的西湖龙井 比这大红袍还是要高上不少的 可惜那茶世界上能品到的肯定不会很多 林市长 这次来主要是想征求一下您 关于开办培训班的有关问题啊 抽了一颗特供烟 品名了大红袍 郑茂森感觉全身舒畅 说不出的快活 特供烟对他来说或许没有什么 毕竟他平时很少抽烟 但这一杯大红袍给他带来的享受 却难以估量 他是爱茶之人 一生唯一的嗜好 可想而知 大红袍他喝过不少 但从来没有喝过像今天这样的极品 以前这些茶可是作为贡品的 平常人哪能喝得到呢 不过现在 虽不说是贡品却也差不多 那天价 那有价无事 就连郑茂森这样的市委副书记都喝不上 更别说一般的人了 总之 郑茂森认为自己这次来见林景洪是值了 哪怕是在接下来的事情中毫无所得 也可以无怨无悔了 当然 这次来见林景洪不大可能一无所得 郑茂森相信林景洪需要自己的配合 就好像自己手中需要权力一样重要 自己这个市委副书记当的窝囊没有一点自主权 全部被高宝伟拿走分摊给了其他人了 林景洪这个市长也当的窝囊 高宝伟频频向市政府伸手 就算市政府通过一份合法的文件 高宝伟也要搞三搞四的 两个同样受伤的人 只有结成联盟 才能抵抗高宝伟的霸权 林景洪见郑茂森说得这么直白 心倒是自己泡茶地烟起了作用 他也没有鄙视郑茂森的意思 现在这情况也没有必要弯来绕去的 郑书记这件事情本是你的分内之事 大可不必找我来商量 不过想必郑书记也是为了照顾我这个新人 那我倒是可以听一下郑书记的真知灼见 林景洪谦逊着道 这番话说出口 郑茂森暗自点了一下头 这些培训班准备是以市政府和市委 各组成部门的处级干部为主要对象 目的是为了提高这些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 和理论水平 同时考验我们党员干部 能不能应用理论联系实际这种学习态度 郑茂森侃侃着道 学习班将进行集中学习一个月 学习完成后进行一次综合性的考察 如果考察不合格的党员干部 则先要做暂时停职安排 等下次培训班开班之后再进行学习 林市长 您看这样的安排还可以吗 林景洪点了点头 这开办培训班是一件大杀器 通常一二八手刚上任的时候 大多会利用这个大杀器打开局面 当时郑茂森在会议上提出这件事情 得到被逼入死角的高包委承认 林景洪当时就眼前一亮了 现在郑茂森安排的这些 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以市委市政府组成部门的一二八手为重点 是有道理的 如果以副厅级为单位组织学习 那么以郑茂森的身份根本压制不了 毫无可图性 如以科级干部为重点 则引起的波动太小 根本达不到扰乱大家视线的目的 还有那些下辖视线一二八手 虽然很重要 但却始终不如以市委市政府组成部门的 一二八手为重点这样犀利 嗯 这样的安排很好嘛 现在的党员干部 确实是需要加强学习了 不知道高书记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呀 林锦宏想了想问道 如果高保委不同意 这一切都是白搭 郑茂森悠然一笑道 林市长 高书记已经初步同意了我以上所说的方案 但是他对人选方面表示了很大的关心 我个人认为 关于人选问题 可以在下次的书记会上进行讨论 高书记也初步同意了这个问题 郑茂森说的隐晦 其实高保委的意思是让郑茂森 将人选的决定权放在他高保委身上 让他高保委自己随意圈选几个人就行了 林锦宏虽然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 但是相信高保委 不会将这件力气交到郑茂森的手上的 其实这本来就是主管挡箭工作的 郑茂森的分内之事 郑茂森完全有权利自主决定人选 当然郑茂森不会傻得跟高保委死磕硬碰 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 因此他故作没听懂高保委的悬外之音 表示要将人选问题放在下次书记会议上讨论 高保委最终同意了 嗯 也好 在书记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适合的 只是不知道下次书记会议是不是扩大的书记会议呢 林锦红不无担忧地道 高保委肯定不会将这件大杀器轻易交到别人手上 他可能会利用这一大杀器 训一些跟他不合拍的人员 这样一来 他为了保持独断权 势必会在书记会议上动手脚 如果让组织部部长参加会议 再让纪委书记参加会议 这样高保委一方就稳操胜券了 到时候高保委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郑茂森的这番行动就成了为他人做嫁衣裳 好 好 感谢 好 感谢观看